积极镇 当时的香蕉价格与其他地区价差可达十倍之多 全台首座以三郊为主题的知名观光工厂热闹的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 多位议员及县长也丽临现场祝贺 观光工厂的成立也成为南投三郊传统产业迈向观光创新的发展 观光工厂的大家长黄荣炫表示 及其三郊过去曾经是日本天皇的御用共品 观光工厂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将几几三郊的美味 与地方产业文化传承下去 香蕉观光工厂终于开幕 终于诞生了 我们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一个规划跟建设 今天终于开幕了 我们幸福我们今天所展现的观光工厂 会恭喜我们全国第一间的以香蕉为主题的观光工厂 这也是我们东南亚第一家我们以香蕉为主题来成立的观光工厂 我们这边对于香蕉的一个介绍很详尽 包括我们的香蕉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园区 里面都总有四五十种包括实用性的 包括观赏用的 在普通时不看过的香蕉状 在这里来拍摄 做一次就都参观完毕 这是我们的香蕉教育园区 再来就是我们的文化创育园区 还有我们的加工产品的展示区 我们的文化创育园区里面 我们有一些就是以前的香蕉的一个历史故事 跟那个历史文化的部分 还有呢就是我们介绍什么叫做三胶 什么是平地胶 要怎么区分 都知道三胶比较好吃 不过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能去区分 白白同样的价格 我们就要把比较好吃的三胶逛出来 来到这边一趟 你就全部都一目了然 你就能逛三胶 你旁边吃的香蕉买到 在市场上买的香蕉 都是会最好吃的 来到这边 如果没起来 小弟可以来跟各位导覽解说一下 来像这边 原来本来的这个很好的三胶 让各位能够把它区分出来 香蕉主要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 全球至少有107个国家生产香蕉 2013年香蕉是产值第四大的食用植物 香蕉在台湾的栽培历史 相传是明清之际 由敏月移入 早期种植在北部 顾称北焦 县长林明珍 则表示 佩服黄理事长的创意 与勇气 南投县第十二家成立的工厂 我是全台第一个以三胶为主题的观光工厂 开发出蛋卷等相当多样性的三胶加工品 不仅促进了地方产业发展 相信未来也能够带动 另一坡的集集观光旅游人场 周边的环境 部署的非常的有教育性质 尤其他把我们南投县 所有的香蕉的品种 都种在现场 给这些以后 想要了解香蕉 有什么特殊 香蕉有哪几种种类的 都可以来到这边来参观 那么尤其香蕉 在全国 几乎没有一个香蕉的观光工厂 唯有在南投县的集集镇才有 所以我们对我们房董事长 有这么一个魄力 有前瞻性一个构想 能够在这边设立 也是我们南投县第十二家的观光工厂 那么我相信 它这个整个延期的设备 还有整个工厂的规模 一定 必定是可以带动很多的观光客来这边参观 来这边购买香蕉 它促进我们的产业 能够销售我们 这个农民的香蕉 带动我们的这个农特产的发展 我们有对它这种精神 表示非常的敬佩 我们县政府一定会全力来配合 它这个观光工厂 来帮它行销 观光客来到集集 就能够请它到 我们的观光 全国的唯一一个观光工厂 来这边参观 香蕉唯一的观光工厂 以仗着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水土 极极的山蕉特别的美味 既香且甜 饱足水分又坍牙 独具一般风味 议员陈兆玉表示 南投曾经有香蕉王国的美誉 当时只要看到 装载香蕉的篮子外头 如果有写着签字 就代表品质优良的极极山蕉哦 也希望在当地企业家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 再创极极过往的风采 台湾过去有香蕉王国的美誉 尤其香蕉当中的极品 就是属于我们极极的山蕉最有名 因为极极地处在竹水溪畔 所以晚上都有所谓的 这种极极的山蕉 这种极极的山蕉就特别的香 然后特别的Q 这就是日本天皇当年 进贡给他最喜欢的水果香蕉 就是极极的山蕉 我们看到历经这么多年来 整个防疫病的一个摧残 然后让整个极极的香蕉 没落一段时间 而且日本人也大量的跟菲律宾来采购 这一点在我们外销的一个市场 萎缩了相当的一个时日 但是我们只要有理想有抱负 我们看到黄老板 他对于极极的一个香蕉的 一个历史的一个情怀情有独钟 而且他带有他的一个使命感 这一点是我们最欣佩的一个地方 他整个家族 现在从他开始 然后到他的老婆 他的孩子 都投入了整个香蕉的一个产业 除了做香蕉的一个买卖以外 香蕉的这些的故事 然后香蕉的一个加工品 怎么样来调节它的滞销期间 香蕉要怎么样来产销 他都有他独特的一个想法 因为毕竟香蕉就是他的第二一个生命 他长期对于整个加工的一个研发 现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包装 还有跟亚洲大学来合作 他整个的一个包装 在日本甚至在香港 新加坡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名次 议员肖志全表示 很感谢黄李氏的用心 将其挤振的农产品结合在地观光 带动了地方的新商机 香蕉一直以来 都是台湾外销的重要农产品 在台湾的农业经济发展上 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除了传承了固有的历史文化 更加入了新的元素 开启三郊发展上展新的一业 其实积极的三郊 在日据时代 就是销往日本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台湾的农产品 对台湾的整个GDP的帮忙 也相当的多 这几年因为香蕉的种略太多了 总共有五十几种的香蕉的品种 同时也对整个积极三郊 从日据到现在整个 文化的演练过程 都做了非常详尽的介绍 希望说我们观光工厂的设立 都会带动整个地方的观光产业 还有我们整个香港文化的推动 都能提升 同时也希望 連带的跟整个观光景点做个串联 带动整个地方的观光产业 议员罗美林表示 香蕉的产业文化是从日据时代开始 和稻米浙糖同属移民经济作物 以供应日本的内需为主 而是世界大战时期 因为战乱而减少了产量 光复后又开始恢复外销日本 1960年代台湾香蕉产值达到全盛的时期 外销日本的丰厚利润 让娇农们各个都荷包饱满 积极山蕉在日据时代 就已经是皇室易用的水果 那过去在日据时代 一直到1950到1970年代 这个山蕉的外销 其实为台湾创造了很庞大的外汇存款 那可是这几年呢 因为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 造成了我们这个山蕉的这个外销 那其实出现了这个瓶颈 那积极呢 他是这个香蕉的这个故乡 那南投呢 他是集观光跟这个农产的这个大县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农业跟观光结合的话 其实呢也可以为南投呢 创造一个非常这个可观的这个未来 那南投呢是农业大县 也是观光大县 那现在我们的交农呢 遇到了这个外销的瓶颈 所以呢 县政府这边呢 也提出了这个辅导的这个计划 协助这个交农呢转型 所以呢 我们第一家的这个山蕉观光工厂呢 就在集集这边成立了 那这观光工厂呢 除了能够帮助推广这个山蕉的这个销售之外呢 它还有呢 这个观光的这个作用 可以带动这个南投县的观光人潮 那再来呢 它也有教育的这个作用 那里头呢 的这个元素呢 非常的这个丰富 那这个小孩子呢 如果说在假日的时候 也可以到这个观光工厂来参观 那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教导孩子 如何这个吃的健康的这个观念 那除了这个山蕉之外 它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加工品 最主要呢 是让它里头的元素呢 更加的这个丰富 医院罗美林进一步的表示 南投是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在地相亲都善良且热情 申福及相关单位也积极的推动观光产业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 认识南投的风土人情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人士 前来观光或是旅游 那我们也期待说 这个积极这个观光工厂的这个成立呢 也可以呢带动整个积极的这个 观光产业的这个发展 那我们也期待说 积极这个观光工厂的这个成功 也能够让其他的乡镇呢 也可以说每个乡镇都有一特色 因为南投县它是一个农产 非常富饶的一个县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能够结合农产品跟观光 那推动整个南投县的观光发展 为了延续积极山椒的美味 传承积极的在地故事 所以成立了全台首作 以山椒为主题的知名观光工厂 在地业者抱持着 把最好最健康的台湾在地幸福 传递下去的理念 取之于自然的元素 回归于原点的意涵 重新回味当年积极山椒风光的金椒年代 议员肯定观光工厂结合山椒的好味道 议员们也期盼观光工厂的成立 能够带动小镇的观光 与周边的经济效益 民意新闻洪毅全、陈秋芳专题采访报导